近日,在HIP与此公司额道对立的情况下,HIP严工的匿名留言被传开到韩国网络社区上,其内容包括针对旗下女团Losafim,Nugens等的评论引发热议。 具体来说,原始发帖人质疑额道首席执行官名西珍,是否是Nugens成功的真正幕后推手,以及如果没有她,Nugens会是什么样子。 对此贴文,多名员工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,表示道,我也很好奇没有名西珍的Nugens会怎么样。 看现在活动中的女团,你就有答案了嘛。Losafim实力争议,抄袭争议,那算什么制作能力呢?未来有成长潜力吗? 如果办得到的话,为何现在的团体会这样?与公司立场无关,个人也觉得这些女偶像需要练习,日程跟系统也急需改善。 但HIP的主力严格来说不是女团,我认为基本上现在还是测试期间,因此也更想看没有名西珍的Nugens。 对此观点,很多人也认同道,说,确实,HIP旗下最赚钱的团体目前仍是放弹少年团与Seventeen。 即使已经是一线女团,经济效益仍还没有赶得上男团,女团的确不是主力。 而目前,HIP已计划在临时股东大会上罢免名西珍,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开会,会按照HIP的意图进行,而到经营层的罢免实在必行。 那么,没有名西珍参与的Nugens也将成为现实,对此,大家怎么看待此事呢?欢迎留言。 爱到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,欢迎一赞和订阅哦。